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同工 在你们服侍道路上 你们遇到了一些的困难 可能在你们服侍的道路上 你们真的感到灰心 感到疲惫 感到想放弃 你不懂要怎么开口 不懂要如何的向牧师开口 说你很累了 你不想服侍了 我相信今天晚上 神的话已经开始对你说话 不要看环境 你要相信神与你同在 不要再怀疑你自己的能力 在你做不到 神给你能力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你的心里面可能很多的疑惑 你说我自己的生命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的经济 遇到问题一塌糊涂 我怎么样来服侍神呢 我告诉你神的话说 你要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 其他的神必加给你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我奉主的名祷告说 在我们当中服侍同工的 疲乏的神要加给你力量 乱落的神要赐给你能力 当你愿意继续的 紧紧跟随主服侍神的时候 神迹要发生在你的生命中 不要轻易的放弃 神的呼召跟恩赐 是没有反悔的 一次的线上是永远的线上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当中 所有的服侍同工 如果你是服侍同工 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岗位上 抬前幕后的把你的手高高举起来 把你的手高高举起来 我也为你们来祷告 好不好 各位一起来祷告 服侍同工们一起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再一次把我自己 全然献上给你 求你来使用我 求圣灵来恩高我 求圣灵来恩高我 坚固我的信心 坚固我的心灵 让我在服侍的道路上 我要坚定于你 我不看环境 不管环境如何 我相信 神你必与我同在 我相信 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 虽然在服侍的道路上 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挑战 被人藐视 被人拒绝 被人排斥 但是我知道 我是坐在耶稣的身上 为主受逼迫的人 是有福的 主啊 我愿意 服侍你到底 主啊 我要一生 服侍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为你而活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圣名祷告 阿们 祢明 提起我们的手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心 奉献上我心 我愿用一切 和你所有 你大能运行 祝你天上 我独奖 你 献上我心 愿为珍贯重留虚空 改变我们的世界 将下你生命 将下你复兴